6月7日星期日的鱷魚談 今天就是紅色暴雨警告 落大水,通街水浸,濕濕濕 天氣哭得灰蒙蒙 好似台灣一群支持光頭戟韓國漁法大財的支持者 我想他的心情就目過如香港今天的天氣 但是韓國娛樂馬,難擋我們一眾香港人 都替海峽對面的高雄市市民開心 沒有他的,因為他們又為台灣一個國家 做了一個新的經典,一個新的典範 將他們認為不妥當的人 用選票掃地出門,叫他拉斯吉路 就像總理所說的,走開吧 不要妨礙,你不能妨礙 昨天的選舉,投票率有40.48個百分比 對比起2018年光頭佬走出來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當時的選票率是73.54個百分比 但是昨天這個韓國瑜 就給人有90多萬的票,要他收皮 對比起當年他當選的時候 89萬票,為之更加高 換句話說,當年支持他的人都屌你了 醒覺頓悟,知道他穩奧襯,要他執包服閒人 你說是不是一個非常之好的demonstration 不行就走開,用文明的制度 不需要政變,不需要打架 不過我亦都給Credit這條光頭佬 昨天見到他之後,要收皮的時候 他都有走出來,多謝大家 用選票送過他上去,亦都曾經支持過他 不過當然亦都有一些酸流流的味道 說民進黨屌你老妹發動網軍在網上抹黑他 有你再說吧,6月12日 你就可以在高雄市市長的辦公室 執包服屌你老妹,行人回家打邊爐 看回這個韓國瑜 我說真的,我對他完全不感冒 因為小弟是最認真光頭的人 亦都見到屌你老妹,面無四兩肉 整天見到屌你老妹,對他螢光幕 都覺得他一邊說話一邊噴口水 同時之間不知為何他倆的肩膀 永遠都長期濕滑滑滑的 買一支屌你老母,噴下肩膀 止汗劑一輯,屌肉酸酸 畫面上真的屌你老妹 令到眼睛很不舒服 不過不舒服的呢,當然我們隔著螢光幕 隔著一個海岸,不知他做甚麼 但是台灣的高雄市市民 當然清楚得一清二楚 因為這條的屌肉,不知為何 高票上去做高雄市市長 屌你老妹說話就是粗皮 說話就是屌你老妹跟毛奶 地蹲差不多 屌你老妹,美其明就說 他說話接地氣近似 這個庶民用的common language 實情我覺得他就比較不學無能術 這條屌肉,屌你老妹經常開兇頭支票 又說找這個滴滴來入高雄 屌你老妹又說Marvel Comics 屌你老妹希望找他做captain交送 屌你老妹,屌你老妹 屌你老妹,你不懂得生頭髮嗎? 屌你老妹說得這麼大 一件事都是不對稱 又說他屌你老妹是庶民的代表 有希望有一天可以代表庶民 服務這個高雄市 禮手被人發現了他老婆 買了一個七千萬台幣的豪渣來住 屌你老妹,七千萬港幣 二千多萬港幣 屌你老妹,這樣叫庶民嗎? 原來台灣的GDP那麼高? 屌你老妹,屌你老妹 還說一些虛話 屌你老妹,永遠不做總統 永遠不參選 當任了幾個月就走到你 屌你老妹又走出去 國民黨內選 跟梁振英這個漆頭一樣 說話的說話 就是永遠扑你老妹 就是不可以當真 全屌你老妹就謊言 屌你老妹,中日就滿口 那麽人滿口謊話的人 又怎能可以入信呢? 所以你看到這個狠樣 就是屌那聲 就是全無誠信可言 我的老友賈貓俊 曾經去過這個台南 台南和當地的果農 在聊天 他們就屌到這個韓國如飛天 那我說怎樣的意思? 賈貓俊 他說 他經常說 把台灣的水果賣到大陸 摸你那個街 其實根本就是 騙救台灣的人民 怎樣這樣 他說台灣的土地這麽富庶 隨便種什麼狠都會生產 但是當然台灣最出名的水果是什麽 我想一想 除了艾文芳之外 當然是鳳梨 密切是 但是要種一個好的一國的鳳梨 要好多的心機 街邊的那些 隨便種出來的那些 基本上是 受過日本人統治 受過日本人教育 要追求盡善盡美的台灣人 都痴肢以鼻不夠食 他就說 將這些傻事 賣到這個中共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品嘗 然後賺他們的外匯 賺他們的人仔 那樣 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根本就是 夠読 還有就是賣垃圾 過去給中共 其實根本就是 政治在那裡交換 拿別人的錢回來 哄人開心 實請鳳梨過了對岸 可能分分鐘未能到 吵你老婆 到福建都倒了 到海 田海 根本都不能吃得人 那又說了這些狗話 那這些傻事 怎麼可以 吵你老婆 有一天 代表台灣 管理他們 那樣 所以台南的農民 真是他狗彩 那我聽完 餃貓俊這一番的話 心裡便馬上想一想 共匪的滲透 真是無日無之 似乎 什麼傻事的人 都有機會 可以給他 吵你老婆 收買得到 那看得到 當他的傻事 做了一個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急急地來香港 見了他 然後走進去中聯辦 見這個王志民 那頭去澳門 一落船 不要去打零肉室 買張套票去摔骨 不要去找一個河山 搗兩手 他便跑了 找這個澳門的中聯辦 一落的負置應 又去聊天 全家產 來到香港 找這條臭蟹 七七七 臨病月娥渣扒 密室長談 尿你老美 一連串的舉動 已經告訴大家 他的腳 他的身體已經很誠實 他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 乃共親中的全家產 尿你老美 整台戲 都是尿你老美 跟這些 藍營 很多人 尿你老美 跟中共 大家發大財 尿你老美 閉門 一家親 尿你老美 陷家產 兩岸通商 賺大錢 完全都不想你台灣人的一些政治的訴求 大家都會明白得到 這個這樣 其實尿你老美 有很大的可能性 這麼多高票 做了這個尿你老美 高雄市的市長 隔了沒多久 就跑去跟蔡總統爭做總統 整個戲 整個劇本 根本就是中共有份幫忙 匯編的 那你都知道 這個狠 信不信得過 當然 這個 仆街 幫人家問題 喂 香港 2019年 那時候 打得 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肉血街頭 和黑警 退抗 每一天 醫頭被人抓 那頭又走過出來 憤死 世拼 要這個香港 不能沉淪 不能變成香港其中一個城市 你老美 支持 一定堅持下去 要爭取香港的民主 爭取香港的應有一個自治 問他的狠樣子怎麼看 他的狠樣子就說 我不能知道 和不明白 那你老美 你這樣狠樣說 死得人了 換句話說 你最狠喜歡一國兩制 這樣狠樣說 不支持年輕人 就是你老美 站在中共那邊 那這些狠樣子 更狠正 你老美 蔡總統的懷抱 一直打這個 反這個 一國兩制 這個示範單位 一國兩制 收拾台灣的 這一種騙局 台灣的人民 看得到他這樣的嘴唸 當然就是醒覺 當然就是 你老美 不能再看他台戲 是吧 所以 上一年 今年年初的 這個總統選舉 這個光頭佬 就拜下鎮來 現在連這個高雄市市長 屌你都不能做 無他 除了這條狠樣 親中乃共 沒有誠信 說謊 亂揪開空投資票 賣相核糕 原來還被人踢爆了他 屌你老美 沒有屌你老美 十二點後 都不屌快 又早走 開會 又遲到 又時還射球 找他不屌到 他最屌喜歡吃火鍋 屌你老美 這麼屌喜歡吃火鍋 你和黑警做朋友 去海底撈 屌你老母 吃宵夜 混蛋 混蛋 抵死的 今次這一波 完全不能抵可憐 正式 台灣 也都用選票 斯文地 文明地 告訴大家 不能要中共的代言人 不能要中共的這些走狗 去統治台灣 好 撿包袱走得好 當然 亦都說 給國民黨 這群七八糟 知道 喂 你繼續要這樣去 親中敗台 一定沒有人運行 你們想清楚 你們的八年老舖 怎樣去走下去 沒有換回台灣 為台灣本土 做 著想的 這些政客 你們都不用指望 繼續有生存下去 昨晚有一個 支持韓國瑜 非常之 死心塔地的 市議長 這個小朋友叫做 許坤元 這個小朋友 昨晚 因為很傷心 韓國瑜 被人罷免之後 在家裡 一個看不開 就跳了下來 同時之間 也有很多韓粉 支持 曾經跨大海口 如果韓國瑜 被人罷免了 他們一定 Facebook 面書直播 食屎 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 許坤元 其中發名 在Facebook 開了戶口 見今次 倒大了 輸了 要食屎直播 一個看不開 跳樓 不過我們香港的網民 實在太抵死了 不停去這些 說要去食屎直播的人 Facebook 就不停留言 我們遠度 從香港過來 希望可以看你們食屎 哇 直接是洗版 要求他們 食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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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食屎 這樣 我們回看 都覺得 香港現在 亦都 跟台灣人 聯成一系 台灣人 亦都得到美國的支持 可以說 我們香港 跟台灣 跟美國 亦都是命運 共同體 一起站在 反共的路線 向中共說不 我們不想要你的一套 堅定 希望可以爭取我們的自治 台灣人 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中共再用這些 下三樓 發大財 賺錢是硬到你 這一種的概念 你都不會收買到台灣人的民心 台灣人 是要他們自己 有自己一個獨立的政治主體 他們有自己的國家 他們不想要看你的台戲 你們中國人 和台灣人 是平起平坐 金鋪 已經說得清清楚楚 讓大家知能得到 這個韓國瑜 背後的金主 就是這個 黃黃QQ黨的老闆 蔡顯明 當然 他背後支持韓國瑜的目的 當然 亦都離不開 這個 中台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這一種 這一種的概念 亦都告訴大家 不想會再行 好了 但是我們看回 現在 香港 我們 什麼時候才可以 罷免我們的市長 罷免我們這個777 仍然遙遙無期 但是我們 替台灣人開心的同時 千萬不要磨滅我們的意志 仍然要堅持下來 台灣人都要經歷了很久很久的鬥爭 很久很久的爭取 付出了很多的血雨漢 今天 只可以作為 亞洲裏面 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典範 路途仍然遙遠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喪失志氣 也都千萬不要氣餒 不要給他 只要繼續爭取下去 總有一天 我們都會和台灣人一樣 可以自己自由地選出我們一個 領導自己一個的領袖 或者是一個的代言人 又或者 如果這條全家產 不能work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選票 將它罷免 將它送走 將它撓起老母 叫它撿包袱 不用像現在這樣 過去三四年 這個777 不停將我們的香港 搞得生不如死 撓起老美 任何世界的排名 一直都是插下去 搞得我們的經濟一潭死水 但是我們仍然沒有辦法 撓起老母 要將這個 石頭趕走 這個臭蝦 撓起老母 踢他出禮賓府 天天要受那些 撓起老母 那樣 星期二 這個行政會議之前 這個記者招待會 還要忍受他出來 連篇 不過有一件事 想和我的網民分享一下 有一張照片 給大家看得到 777 絕對是黑男人的 撓起老母 的一張 當湯豬凳 曾經和他共事過的人 都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曾經做過他的老闆的人 有三個是要坐牢 包括許氏仁 曾蔭權 和何之平 有和他拿過牌 和他合作的中聯辦 或者港澳辦 這些賊頭 兩個就被人鄧東姑 無論得 撓起老母 升職 這一世的仕途 都不知道怎樣說 現在隔個對岸 撓起老母 習近平 習豬頭 你好自為之 任何 撓起老母 做過777的老闆 老闆的人 都沒有好死得過 你這傢伙 九成都是有機會上梅山 撓起老母 自毅了 破解這件事 我有一個玄機 習豬頭 我可以醒你 撓起老母 有一個腳端 只有一個男人 沒有被777 撓死 那個就是林兆波博士 而我相信 林兆波博士 是因為曾經跟777交合過 在他身體裏面 拿到抗體 是不怕他這種 撓起老母 湯豬凳的 這種魔咒 相信 曾蔭蔭 許氏仁 撓起老母 何志平 這些港英時代 訓練出來的高官 全部都有一個 欣賞美感的 皮勝和品德 見到林鄭月娥 當然不會診他 撓起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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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個傻子 在大陸 撓起老母 多於你沒有大腿 見到那個美女 也不會搞他 韓國瑜 大家都不知 台灣的台妹美女 當然不會看他台戲 老澤 只有你診過林鄭月娥 你就可以撓起老母 破解這個 湯豬凳的黑州 林兆波博士 報告是時候 應該要捐念你的老婆 給雜豬頭 讓他診一劑 那你老母 他就可以千舟萬代 不用上梅山治藝 你說是不是 林博士 犧牲自己 送你老婆給雜豬頭 讓他弄完他 破解這個黑州 OK 那你就 撓起老母 戴這頂綠寶 令到這個 中共江山 找余泰山 千秋萬載 一統江湖 你說 你老母 你的犧牲是值得呢 李四公盃 李四公盃 他來是 李四公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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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李四公盃 李四公盃 Fan R